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情况下都能够经常看到评论区里面 说谁谁谁是大外宣 对吧 不要说其他人 连我的这个陈岳频道呢 陈岳观点呢 都经常被有很多网友说 你是大外宣 对吧 拿共产党的钱 当然了 这都是 反正就是胡说八道一通 我都搞不懂我什么时候成了大外宣 如果我是大外宣 倒也挺好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有人 对吧 这个至少可以给我付费 对吧 让我呢 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一个 可以有钱拿 那多好呀 但是呢 很可惜 我不是大外宣 现在的大外宣呢 本来我认为呢 它是一个中性词 讲白了呢 就是说说自己的好 每个国家呢 每个国家的人 讲讲自己国家哪里多好 多好 多好 对吧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呢 大外宣被搞成了一个贬义词 那么很多网友 或者是很多评论的时候呢 就看到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 嗯 你代表这个官方的立场 你呢 这个 不管轻红造白 反正就是一顿猛吹 对吧 都说自己的好 就像美国现在也是 很多人都说 哎 美国 现在美国的总统 对吧 这个特朗普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那他们现在好像在四处的 这个不管轻红造白 不管事实与否 那不管真相 反正就是说自己想说的 说自己的选民爱听的 各种出口转离销 所以呢 很多人现在突然间发现 原来这个美国的总统 美国的国务卿 还有美国的一众媒体呢 也是大外宣 对吧 那现在在这个油管上面呢 或者海外自媒体上面呢 形成了两套 一套 有的人说 你是中国的大外宣 有人说 哎 你是美国的大外宣 抓到了 抓到了 他是大外宣 等等这样的一番论调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呢 就是特朗普和蓬佩奥 他们的这种对外的大外宣呢 正在埋葬美国式的对外宣传 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像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欧洲 或者是亚洲 很多个国家 因为美国呢 他是二战之后呢 就主导了全球的秩序 那么他的经济 政治 各方面文化 对外输出呢 都非常的 一直对外输出 也对其他国家呢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有的人认为呢 是正面的 有的人认为呢 是负面的 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总归呢 在全世界的老百姓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KFC 对吧 我们看美国好莱坞的大片 从暑期的各种什么 这种机器人 星球大战 各种小朋友们 爱看的学生 爱看的片 到一些这个好莱坞的 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电影 那么他的这种文化的输出 是很强大的 那美国的NBA 对吧 那么对全世界的青少年 这个篮球爱好者 那影响力 简直是大到了 无人能出其用 无人能比 所以 美国过往的对外宣传呢 还有什么 喝可乐 吃炸鸡 对吧 那有人认为说是韩国的 说什么炸鸡 炸鸡啤酒 反正不管怎样了 就是说这些对外的从影视文化各方面的宣传呢 其实对全世界接受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美国式的文化呢 多多少少会觉得 好像也不错 对吧 好像挺挺厉害的啊 但是呢 最近几年特别从特朗普上台之后 那么特朗普和这一届的国务卿蓬佩奥 他们的对外的这种这种主导 或者是呢 不停的说CNN 不停的说美国的纽约时报 这些主流的媒体呢 是这个假新闻 而呢 一直去宣称自己的对外的那一种的 那种声称的那种口径呢 其实对美国的传统的对外宣传 对外的这种影响力呢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那到底怎么回事 对吧 进入到五月中旬以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川普 对吧 那么和国务卿蓬佩奥呢 仍然在华盛顿的娱乐场上 舆论场上微分不已 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实验室 是这两个人言之确凿的最新说辞 也是他们认为呢 这个中国应该为这个 这一场的疫情负责任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那蓬佩奥和特朗普都说过 那么他们高度相信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蓬佩奥也公开说有大量的证据 表明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搞出来的 那么一时之间呢 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的这样的言论 成了整个五月上旬最炙熟可热的话题 所有的人呢都在讨论分析评论 对吧 那么这变成了一个讨论这个话题的同时 几乎所有人都绕不开 什么特朗普说有很多证据 蓬佩奥说有很多证据 因为他们是直接的这个发起人 所以呢都绕不开他们 那他们的这个话题制造能力 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相对于华盛顿几个领头人的 这种言之阻阻呢 那么美国其他机构 底气就差了很多 甚至还有一些阳分阴伪 我们这个回顾就能够看得见 这个美国的中情局CIA 那美国的政府内的 包括这个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呢 有十几个独立的调查机构 他们呢调查这个成立了一个叫做 美国情报体系 虽然不得不 这个也不能违反川普 对吧违反川普你就会被干掉 这是过往的这个案例 但是呢 他又不能说去说假消息 对吧 所以呢他就不停的说 美方情报机构将继续调查 确认病毒起源是否来自武汉实验室 这样一种说法 其实等于没说 你这个我就继续调查 反正现在就等于没有结论嘛 但我又不能说 没有那这样子呢 可能会被上司把他给开掉 对吧 把他给干掉 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之前这个我在节目中也提到 那很多的媒体呢 也有分析 就提到了这个4月30号的时候呢 就发表声明 认定新冠病毒不是人为制造的 这样一个结论 那这样一时之间呢 就变成了什么呀 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那么和美国的蓬佩奥 国务卿和川普呢 不同调 对吧 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再加上呢 美国防疫活动的医学权威 Dogget Fosch 这个人的名字呢 会被反复的提及 因为他的确在美国的这次防疫过程中呢 是少数的非常理性科学的专家级的官员 和川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那么Dogget Fosch呢 也不接受病毒呢 是来自武汉实验室 对于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专家嘛 专业的 而且服务器在美国国内的支持度 百分之八十多啊 非常之高 对吧 川普他们这样的一种 维言耸听的论调 那华盛顿 让这个华盛顿的高层人士呢 不相信 即便是在军事情报等领域 为美国马首是瞻的五眼联盟 像英国 这个上次我在节目中有说错了啊 五眼联盟没有日本啊 那其实就是以前的说英语的一些国家了 那就是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个美国 还有一个是这个澳大利亚旁边的这个新西兰 对吧 一共是五个国家 那么 那五个国家呢 五眼联盟国家呢 也都难免摇头 那么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澳大利亚 我们之前专门有一节目 在分析澳大利亚 那么四月底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 非常多次的公开表示 说目前澳大利亚没有找到所谓的新冠病毒 来源自武汉实验室的有利证据 而在美国 在他的这个美国的门友之间散布的档案 那其实就是几篇公开的新闻报道 然后背后没有做任何的情报工作 也没有科学家呢 做背书 基本上就是东拼西兽的一篇抹黑中国的文章 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件事情的细节呢 可以这个翻一翻我原来的视频里 那么关于澳大利亚这件事情呢 他们怎么弄去作假的呢 我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些分析 一些说明 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 在五月一号的时候说 没有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 这个病毒起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 那么到五月五号的时候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他也强调五眼联盟 目前还没有找到中国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证据 等等了 那么新冠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这种说法 非常难以成立 那基本上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 也包括世卫组织也对外宣称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那当前最有可能的一种说法呢 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病毒来自自然界 而且是不是来自武汉 爆发自武汉 是不是来自武汉 对吧 这里面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质疑的点 包括现在的美国啊 法国啊 很多国家竟然出现了去年的 比较早期的11月份 有的人说是8 9月份就出现的病例 新冠病例 他们把原来存在实验室里面的 这个人感冒了吗 去抽个血对吧 验个血 那么现在再把那个血样品呢 保存在实验室里拿出来 那么再分析发现里面有抗体 对吧 那这等等呢 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至少现在没有定论 对吧 咱们也不去铁口直言 怎么怎么样 那至少呢 现在去扯这个事呢 意义不大 没有定论 科学家还在研究 在西欧国家呢 特朗普的话 也只能是换了虚声一片 那么在法国 爱丽舍公已经在4月中旬的时候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 与新冠肺炎疫情之间存在联系 多年对中国朋友为此的老牌正论杂志 叫现代杂志 那么还在5月2号刊发独家专访 强调特朗普的言论 与法国情报部门掌握的资料 背道而驰 新冠病毒并非武汉实验室泄露 德国联邦这个情报局也指出 美国这样的说法呢 是为他的对抗疫情不利 转移视线 不堪 非常不堪 那么环顾当下的局面 美国的官员 美国的盟友 多国的学者 都觉得这个实验室泄露出来 这个病毒呢 是一种滑稽 这个无稽之谈 那么可是特朗普 这个蓬佩奥两人呢 仍然不死心 当华盛顿方面各种流氓姿势 继续发展时 那么或许长期战绩 长期占据国际道德制高点的美国 也将展示他男友世人的另一面 这个肢意表现的特朗普呢 更在带领其轻随 葬送美国式的对外宣传 美国国防部指出 该国基于战略传播的 这个宣传体系 要增进美国的信誉和合法性 同时要对这个贬损对手的信誉和合法性呢 进行传播 那么美国的前新闻署署长 叫做穆罗 那么他指出呢 说服能力是美国国际能力的一种关键因素 美军在教犯的教犯中强调 就是说课程啊 就教导规范中强调呢 信息是战斗力的教育之一 因此无论美国的传播能力有多么强大 这都需要真实可靠的信息作为依托 那么特朗普当局的贸然对中国这种这种构限式的这种行为呢 不能够服众 也没有任何的真实信息作为他的支撑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他从根本上损害了美国对外宣传的战斗力 其实何止这一次 03年的时候 意大利美国入侵意大利就用了一个假情报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怎么样呀 直接在这个发言就是记者提问的时候 直接说了一句话叫做中国不是伊拉克 那这个话说出来之后 明明摆着在在说什么嘛 就听得懂人一听就明白对吧 你搞伊拉克你可以 小吗 弱吗 对吧 那你搞他 你美国力量强大 对吧 你可以去造假各种去弄 中国可不是伊拉克对吧 不是你随便搞就可以的啊 那么随着华盛顿方面的舆论攻势 在特朗普带领之下 接二连三的因为不实消息呢 而落败 那么这个对于多年来 这个致力于构建战略传播体系的美国 显然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 当然特朗普和蓬佩奥的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呢 也许有自身的动机 在2010年3月份 时任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呢 向参议两院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啊 凝聚了当下美国是宣传的形制 就是形式和制度 考虑到特朗普 这个呃 逢奥巴马必反的特点啊 其实奥巴马当时推出了一个叫做这个健保法案啊 就是怎么样照顾底层的人 因为你看美国现在很多底层的老百姓 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啊 而且美国的医疗特别贵 那么这些人呢就不去看病 生了病也不去 奥巴马呢就搞了一个照顾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保社保法案 结果呢特朗普上来之后怎么样呀 取消对吧删除不搞了 所以说呢特朗普是逢奥巴马必反 那么奥巴马呢当年这个加入了搞了一个TPP 对吧就是整个的像日本呀 这些环太平洋地区呢 这个经济伙伴协定 大家搞一个经济联盟 哎特朗普上台不搞了退群 那么奥巴马曾经呢 这个搞了一个伊核协议伊朗核协议 那这个呢是在中国啊联合国五常 包括欧盟一些国家 大家一起弄了一个伊朗核协议 哎弄好之后呢 解决成功解决伊朗核问题 对吧特朗普上台撕毁不搞了 对吧 那么曾经奥巴马呢 搞了一个巴黎气候协定 那么全球所有的国家要共同抑制这个 减碳减排放 然后呢共同来抑制这个极端气候的变化 为人类的为这个地球呢 最起码要做一点努力 对吧 现在这么多的人口 这个地球呢已经有点受不了了啊 结果呢 特朗普上台之后说 环境哪有变差 没有变差呀 对吧 环境好得很 是吧 那我 谁说环境变暖了 我看美国今年下雪挺冷的 对吧 不仅没有变暖 反而变冷了 对吧 所以呢怎么办呀 美国退群 巴黎气候协定不完了 所以呢 种种吧 都反映出 特朗普呢 反正就是奥巴马搞的政策呢 特朗普就退群 就不一定是跟他反着来啊 所以呢 奥巴 那个特朗普呢 他就亲手的破坏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 奥巴马搞的这一个叫做国家战略传播架构 这样一个体系啊 这个系统 那么这样子 这样的一种破坏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呢 也看是这个情理之中了 但是总的来说 特朗普和他的幕僚的行为 对于美国 特别是华盛顿的高层呢 仍是不可接受的 他们的言行会让很多国家开始质疑 美国能否在全球的事物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美国以往打造的应对全球挑战的 令人尊敬的伙伴的这样一个形象 也会呢 严重的受损 全球受众质疑 放弃乃至反对美国的目标 就在所难免 从这里看去 特朗普这位美国领袖 不仅亲自破坏了 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 并且在奥巴马时期形成体系的对外宣传系统 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什么呀 大外宣 对吧 那么他还亲自的葬送了这个以信息建成的制度 另外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5月12号早些时候呢 在社交媒体上 就是推特上面表示呢 亚裔美国人对中国向美国和全世界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怒 其中美籍华人是他们中最为愤怒的 不过他同时强调自己并不责怪他们 据了解 美国顶级传染病学专家福奇等人参加的这个参议院线上听证会 5月12号10点开始 那目前这个听证会的举办呢 福奇呢 他写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 他表示呢 如果各州在不严格遵守抗议指导原则的情况下 贸然重启经济 美国有可能将爆发更大规模的疫情 届时呢 会有很多人死亡 另一方面呢 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呢 5月11号召开了白宫记者会上 由于合一为一名这个华裔的记者发生争执啊 提前结束了记者会 这两天呢 在美国就这件事情吵得非常的热啊 就是总统就跟记者吵架嘛 天天吵啊 反正现在这也不是新闻了 如果放在以前美国总统和某一位记者吵架 那这肯定是轰动全球的行为 结果反正川普嘛 大家都理解了 反正川普干出这种事情呢 也就好像也不觉得奇怪了 那么当时的时候 这位华裔的这个记者呢 提问川普 为什么总是将美国的病毒检测水平 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而特朗普的回答是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中国 现在呢 在美国呢 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 就是凡是呢 各种各样的问题呢 就是那就 大家开玩笑 就是说你问了个什么东西 然后说我如果不知道 就是说你去问中国 对吧 那好吧 特朗普政府呢 真的是很能折腾啊 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 是大外宣对吧 坦白的讲 今天我们看看全世界的报纸 全世界的媒体 特朗普 蓬佩奥 美国政府 他对外说的这些 都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 这样一种 对外的宣传的体系呢 的确确 对美国以前的 在全球所建立的这种信誉呢 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反正呢 川普政府呢 是非常能折腾 而且川普现在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呢 还很高 那么不论是亚马逊指标 或者是义务指标 大家应该听说过吧 就是中国的浙江省义务市呢 它是一个小商品的全球的集散中心 所以每年呢 有非常多的订单呢 在那里产生 那么美国要每次的竞选之年呢 都会要做很多的这个参选人的帽子呀 围巾呀 或者是手套呀 反正就是或者宣传的这个旗子呀 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小东西呢 那都是用于造数场合各种这个使用的 那今年的义务的情况呢 是川普上相关的商品的订单呢 依旧很多 那么义务指标是预测 每年美国总统大选呀 这个是挺准的一个指标 那根据目前的指标预测呢 川普总统依旧会在下一次呢 当选 那另外呢 根据亚马逊指标 这也挺准的 就是在美国国内 那亚马逊 大家在亚马逊上买这些商品 是偏哪一种类型的多 是偏支持川普的多呢 还是偏支持拜登的多 那么这样子呢 能够看出来 他在选民心中的位置啊 那另外呢 根据美国目前的这个最新的民调 特朗普之前因为搞那个什么消毒水 打到身体里 那个阶段民调确实下来了 下来一下 波动一下 但现在呢 又回来了 和这个拜登呢 又旗鼓相当 所以特朗普呢 他有他的执政 执政 就是说他在执政的位置上 所以呢 他容易怎么样呀 就是记者的这个镜头对准他 他容易呢 上电视 对吧 所以呢 他只要别傻 别犯错的话 那么拜登实际上可能还是处于劣势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呢 川普总统呢 很可能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会继续的连任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做何感想啊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我只想说 也是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的结束语 就是川普加油 对吧 希望你顺利连任 OK 那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订阅 也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